520内阁大洗牌 保官位大作战 最新消息周刊刊出了 赖清德团队正在内阁大体检 直接就点名了四个部会 等一下我先到我们来看到 谁被点到名了 新人新政 当然值得期待 但是我们就来看看两件事 从缩短陆配的入籍时间 到跟上世界潮流 推动不在即投票 没想到民进党政府 什么都能扯下 扯上木马屠城 说好的民主价值跟多元共融呢 好 今天这样 还有包括新人的观众朋友 最近大家都在讲说 到底谁会是520的 新任的行政院长 不知道 谁的阁源哪会留下来 哪不会留下来 不知道 所以新人讲说 你们这些人 要不是被下风口令 要不然就根本没被征询 准备要卷不开走路 结果两个礼拜前 潘孟安才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征询 慢慢来 那就为什么要慢慢来呢 因为I am watching you 听上谁了 现在立法院是不是正在开会 罗志强是不是会咨询 每一个部会官员之军唐凤 对 那你的回答要是不好 就 那之后就不要了 现在都会有表现 如果面对现在这个 已经国会过半的 蓝白的立法院 你撑不下来以后 对不起 520就不让你做了 还蛮合理的 这个叫做体检 所以大家就讲说 现在为什么赖青人 还没有找歌员 他要看看 他要听听看 他要眼睛看看 他行不行 第二个就是那这次选举 虽然赖青人赢了 可是只有40%的得票 而且立法院已经八年 都市民进党六十几席过半 这是没有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选不好 就要写检讨报告吗 对 那静周刊讲说他要掌握到 我是没看到了 因为几两三十几席就没问题 我发现说 他的第四个检讨对象 有点怪 一个一个来 刚刚所讲到唐凤 真的唐凤 我也是有意见的 再来王国才 王国才想说 为什么点到我 我很认真工作 我是整个事务上 但是问题是 现在民怨之所在 就是检讨之所在 王美花经济部长 这个不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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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过去没有选好 接下来四月的郭 店家一涨以后 又回到他身上 对你经济部 你的能源政策 你的发电配比 你的天然气占这么多 我们当然店家就涨 所以这四个 这三个 那第四个 我吓了一跳 但的事情 显然在民进党检讨当中 确实冲击了选举 即使你9月19就下台了 可是但没有处理好 延续到后面的选举 1月的13号的选举 所以这四大部会 被民进党内部检讨 是没有帮助到 民进党去争取民心 选举选不好 这四个部会要负责任 谁不期待新人新政 但下一个四年 我们就来看到 孙悟公72变 变不出抗中保台 阿共阴廟的老把戏吗 所以说怎么可能 就做这四个部会 后面我随便讲一下 中选会呢 NCC呢 国安局呢 多得很 还有陆委会 一个一个来 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目前立法院 百花齐放 所有的新科立委 还有立委们都在提出 他要修法 那因为国民党有一个 要把这个陆配 从六年变四年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的看法了 对 基本上都已经是 台湾制止的母亲 来台湾都这么多年的 所有外派都是四年 所以陆配 他也从国外来 他从大陆来 也应该给四年 但是民进党是反对的 那民进党反对之外呢 黄杰现在提个版本 你们蓝版 蓝版的版本 六年变四年 对不对 第一个民进党反对 第二个民进党反对之外 也有版本 他对于陆配 以后要入籍这件事情呢 他讲说 六年还是维持 可是你要加一个 就是要宣誓 完全放弃 中国大陆的国籍 要宣誓效忠台湾 而且他提出这个修法 很多民进党立委 都已经联署 刚刚录影的时候 林佑昌认政部长 已经公开表示赞同 他说好 这个好 那国安局长 蔡明英就讲说 没有哦 陆配 他六年变四年 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说呢 因为呢 这个会造成国安问题 陆配有可能变成 是中国大陆 在渗透台湾 他附建的一个单位 让你缩短两年 并细当快两年 他就会变成 间谍吗 所以我就讲 如果你真的觉得陆配 他对台湾 对中华民国 影响这么大的话 你根本不应该 让任何一个人进来 第二个 现在是六年 可以取得身份证 变成四年 他终究还是会取得 所以有什么差别 你不要每次 遇到宣誓这样做 我是觉得啦 陆配来到台湾 这边工作生活 也生了 这个台湾之子的 你不应该把他当外人 但是没有办法 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 居然跟你看 是不是都会去查说 陆配可能跟谁 常常回大陆 又跟哪个团体 有组织 又要叫谁 去投给特定的候选人 所以就会把他们拿出来 在选举的时候讲说 这都是国安危机 都是消费 可是问题是 我刚刚讲完国安局 我在讲陆委会 那陆委会是大陆工作委员会 那陆委会 他基本上 他就是要对这些陆配 你要服务他们 你要架桥 他们搭桥的 所以你看民进党 讲的都很凶对不对 陆配会影响台湾国安 对不对 但是国安局是这样讲 陆委会讲说 各位陆配 36万了 你们都是台湾人 过年的时候 你看梁文杰 秋泰男 是不是就跟陆配 围图大团圆 大家都是台湾人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因为其实 选举的时候 我就木马屠城 围图的时候 我就跟你一家人 之前2019 还哪一年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 也跟陆配围图 还留下一张照片 好错乱 所以我就讲了 你今天对于中国大陆 解放军要打台湾 你应该要奋起抵抗 可是你对于 在台湾已经工作 生活 而且也生下了孩子 有时候两个 还是三个的这些陆配 你把他当外人干嘛呢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陆配就变成是 现在的正义焦点 第二个 跟大陆也有关 就是我们每年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 有人讲50万有100万 工作 甚至是念书 而且满20岁的人 他如果要回来台湾投票 买机票 买不到机票 那就没办法投票 所以呢 国民党还提了一个案子 就是所谓的境外投票 通讯投票 各种版本 现在正在演你了 中选会主委 李基勇马上讲说 这个东西很危险 为什么 柯建民也表示了 投票 根据宪法来讲的话 就是秘密投票 所以投票投给谁 是不能被制造的 如果你用通讯投票 我跟观众朋友说 世界各国 很多国家都有 比如说我人在英国 然后呢 俊强哥 你是我们选委会的主委 我要投票 我就写一封信给你 你会把信 跟选票寄给我以后 我选完了 我再提前寄回去以后 这叫海外通讯投票 这个听起来没有问题 日本 韩国 很多国家都有 美国也有 但是民进党 跟这个中选会 现在讲说 他说对不起 中国大陆呢 是没有资安的问题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资安的可能 你的信 全完了以后 要寄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被拆封 就被篡改了 然后第二个 你在中国大陆 拿到这些选票 通讯投票的时候 或许台商会有联谊会 然后当地的这些书记 我们台湾同胞们 这次要积极 集中支持谁 就没有自由的投票意愿 所以民进党就反对说 你在海外 怎么可能秘密投票 你怎么可能 不被影响你的投票意愿 但国民党就认为说 既然我们现实上 有这么多的台湾的民众 中华民国的公民 在中国大陆生活 应该让他们能够方便投票 所以不能剥夺他的权利 那民进党就讲 哪有剥夺你权利 你就回来就好了 没有人不让你投 你就应该回来 所以关于海外通讯投票 这件事情 目前蓝绿也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版本 520一步一步地靠近 两岸的安危议题 就越来越敏感 青门踏户可以到这个程度吗 中国渔船居然闯进了 苗栗外海 几乎是肉眼可看得到的距离 这么近 为什么挑苗栗来压力测试 因为下一步 再往北一点点 恐怕更敏感 问题是 两岸到底是走向更危险 还是不危险 现在从国防部长到国安局长 讲话根本不一样的结果 我想告诉我们 人民该相信谁呢 到底应该相信谁 具象格还有暴行的观众朋友 看到这个中间画一条线 左边右边 让我想到张学友 一边不危险 一边睡不着 到底危不危险 怎么会这样 这个是国安局长 他说 因为国安局长 他一定掌握所有情资 一定比你我都更了解 没有任何两岸 身高的紧张的相关的情资 那很安全 立法院讲话 列入国会记录 共和S&A 我愿意相信国安局长 没法也睡不着 他说安全 但等等 他不是一般人 国防部长是吃素的吗 一个国防部长晚上睡不着 表示很紧张 那你等一下来换个颜色 这边讲说OK没问题 没有紧张的问题 这边讲说很紧张睡不着 你等一下 那两个都是我们重要的 这个国安相关的首长 国防部长国安局长 为什么完全相反的亲资 不然你蔡明燕 你也心心好 告诉一下那个邱国正 没有啦 没紧张啦 不是不用睡不着 对不对 那当然我看到民进长 今天也有说法啦 胡思耀接受访问讲说 这个邱国正的睡不着 不是因为两岸打仗 是因为他很有责任感 所以呢有责任感 心里总之挂个是说 我是国防部长 所以我要常常盯着常常盯着 所以才会睡不着 总之到底两岸有没有 军事关系紧张 你看最近渔船有没有 常常跑过来就知道了嘛 好 我先帮我移架一下 我们来看看 你讲到的渔船 你看看这一则新闻 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看标题 中国渔船 有没有来包围金门 这件事情让人家很紧张啊 结果我们这个金门 李伟陈玉珍就说 高通波 你根本是你允许他进来的 结果国家从上到下 搞不清楚状况 把这个倒向了 船团包围 这很重要的事情呢 这个很简单 观众朋友 因为一般我们在讲 有船进来 有飞机进来 有飞机进来的时候 你把它当成同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差很大 我就跟你讲嘛 一个人跑过来 他拿的花给你 跟他拿的一把这个棒球棍 或者是一把刀 都没同 手里面拿东西没同 所以轻淤船 在我们交通部的规定当中 根本没有要驱离他 可是因为国防部长 邱冠正不是讲 我们的第一级 已经改变设定了吗 只要越过来 对不对 我们24海里的林街区 12海里的林海林空 我们就视同 他进来就是第一级 那以往我们不打第一级 也就是说我站在这边 俊阳哥不打我就不打他 可是现在是设定说 你只要站过来 就当做你打我 所以我就可以反齐 那现在已经有渔船来 有轻淤船来就要问 那陈建仁院长当时讲说 既然来了 我们当然就是要照规定 把他驱离 你等一下轻淤船不再死线 所以反而立法委员 比我们的行政院长更了解 第二个你要知道 俊阳哥 在我们只讲 金门事件2月14号发生 后续一直到2月底 到了3月初以后 两岸关系弄了 谈了15次都没有结果 情况之下的时候 观众朋友 3月6号 不是在金下海域 是在我们台湾的苗栗 台湾海峡 苗栗以外 6海里 你等一下 我们现在不是讲24海里吗 12海里 我就已经拉紧到了 12海里就是拼下去 就应该直接把它驱离 或者是击沉了吧 这个画面你看一下 这个不是海巡署拍的 因为俊阳哥 海巡署当天掌握这个渔船 但是没有出勤 说海巡恶劣 来观众朋友 请导播再放一下画面 这个海巡 有恶劣到我们海巡署 不能出去执勤吗 我看这个 这是我们渔民拍的 这么近 那地点在哪里呢 观众朋友 这个地点就在我们的苗栗 六海里的地方 那我们讲 六海里 其实基本上已经在 我们的领海 12海里以内了 已算公里的话 才11公里 11公里 说实在 你也不用带完 眼睛好一点 像我师父董哥 看到了 那你都没有任何动作 所以就讲 过去 叫做前巨后宫 在惊吓的时候 执行这个东西 其实很强烈 现在不是说 进到我们金门的 近似水域 是已经到了我们 台湾海峡 在苗栗旁边 六海里的地方 海巡署说 我们用雷达监控 海巡恶劣 所以没有出去 但是观众朋友 渔民比海巡署更厉害 我们的渔民 拍大陆的渔船 大陆渔船在那边作业 这个海巡 他们能去 我们海巡署说 我们不能出发 所以你看这画面 我就感慨万千 你当时在问 你如果真的有这个外面 连渔民都懂得搜证 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这一段画面 尾汗我们进一步来看 我刚刚一开始去问 为什么他要挑在 苗栗外海 这么贴着你的地方出没 如果是压力测试 为什么要挑苗栗 好 观众朋友 其实是这样 因为你讲到苗栗 都会想到附近有什么 附近有新竹的空军基地 所以如果他已经 离我们新竹的空军基地 还有苗栗 他离新竹 他的那个整个的渔港 都很近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大家会担心 但我在这边跟你讲 我的看法 整个台湾海峡都很危险 你现在进到六海里 在北边 你知道我们今天台北 有这个竹尾 有淡水 接下来苗栗 新竹 然后台中 也有青春康基地 嘉义也有嘉义水康基地 到处都有 重点在于 一个渔船进来 情况之下的时候 原本讲进来就要去 这动作没做 然后他已经逼到六海里 你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动作 然后他如果今天来的是渔船 我就讲 鲜花棒子跟刀子就不一样了 那下次进来 如果是 但抢进来怎么办 如果是海警船呢 如果是军舰呢 必须撞在那 因为很简单 别人的拳头这么大 我们的拳头这么小 你就没办法了 不要讲台湾 观众朋友 中国大陆他现在目前 其实常有听到人家讲说 大陆在造舰 民航 或者是军舰 或者是海警 或者是航空补舰 一个一个 像是下水饺一样 他一年中国大陆 可以造船2320万吨 这什么概念 其实基本上 我拿美国来跟你讲就好了 美国就是第一强国 美国一年的造舰 大概是10万吨 这个也差太多了吧 所以差了230几倍 对不对 所以它基本上 比美国还要造舰能力强 一下子有那个卫星在拍 中国大陆的造船长 没几天以后 一艘船就出来 一艘船就出来 然后就海测了 所以任何的大型 中型小型的船舰 甚至我们常常在讲 现在目前已经有 山东舰跟辽宁号 两艘航空母舰 对不对 俊阳哥 第三艘福建号 福建号准备海测了 福建号 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军事专家 或是有些网红 讲说 大陆的航空母舰 都没有战力 都是纸糊的 但是你每天这样讲 你就半夜吹火烧 自己给自己撞胆 一艘两艘三艘 现在福建号的 这个基本上 它的甲板涂状 已经要完成了 然后大陆会怎么样 电磁弹弹射航母 也就是说 它的整个弹射的系统 比另外两艘还要更先进 所以到时候 它配备的战机 就会更好了 所以航空母舰第三艘了 有弹射的这个功能 然后再加上 现在你要看到 中国大陆 我刚刚讲的 都是渔船军舰 对不对 你要看到这个东西 叫做轰-20 有没有像美国的隐形轰炸机 就是那个样 那个叫什么 轰-鱼的形状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这也是中国大陆的 隐形轰炸机 对 它的这个整个航程 有一万三千公里 非常的远 它是个隐形轰炸机 轰-20 现在看起来 已经即将 大陆要完成了 所以有军舰 有军机 有隐形的轰炸机 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 确实越来越强 这点我们必须要了解 武器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一百万的订阅 我给你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扣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喔 感谢你